眼睛出现绯闻症怎么办? 低龙 健科 副主任医师 绯闻症呢 我突然想起一句广告词 经常电视上说绯闻症就是白内障的症状 这是一个错误的广告用语 因为我们眼球里面有五分之四的结构 我们有一个结构叫玻璃体 玻璃体呢 是眼睛里面一个透明的组织结构 它对维持我们眼睛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年龄的加剧或者是眼睛有些疾病的时候 我们在透明的玻璃体里面呢 出现一些液化空腔 在我们人眼看东西的时候呢 就可能看到一些点点啊 或者头发丝啊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 还有一些人描述说像小虫子一样的结构 这样飘来飘去 我们这种叫绯闻症 所以通过我的讲解大家都知道 绯闻症不是白内障的症状 是我们玻璃体的症状 如果出现一两个小点点啊 不影响你的视力 那可能就是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老年性的一些问题引起的 或者我们近视眼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这种患者一定不要着急 但是有一种情况 如果眼前的绯闻突然增多 或者是影响你的视力 甚至遮挡你的视野 这种情况我们就考虑 有可能玻璃体出血了 比如说糖尿病是网膜病别 还有一些高血压引起的筋脉阻塞等等 它都可能引起玻璃体的出血 这种绯闻呢就非常的明显 尤其一些老年朋友 他们这个有可能有白内障 视力本身就不是太好 如果出现绯闻症 这种情况呢 切莫大意 如果是突然增多或影响视力的时候 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 我们做常规的检查 就能够告诉您是 简单的玻璃体混浊 还是玻璃出血引起的绯闻症 专家提示 一 由于年龄增长和眼睛疾病 导致玻璃体出现液化空腔 被称为非纹症 二 非纹症非白内障症状 而是玻璃体症状 三 若非纹突然增多 影响视力时 考虑玻璃体出血情况 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而是玻璃体出现液化空腔